泰坦时钟人 我看到泰坦监控人了 你们是什么人 竟然敢跑到我们的基地来 信不信我叫马桶博士和G-Man 把你们抓起来 泰坦时钟人 快把马桶们的时间定住 宝贝 让我来 我才不信你能定住我们呢 我们不是还好好的吗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太好了 马桶们不会动 我现在就去把泰坦监控人救出来 太可恶了 他们把泰坦监控人伤成这样了 我们不会放过马桶们的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一定要想办法 救泰坦监控人 我知道谁可以救泰坦监控人 我现在就去找他过来 救泰坦监控人 这种人会找谁过来救泰坦监控人呢 应该是安安哥哥吧 我来了 取黑色黏土给泰坦监控人做一个身体 再取黑色黏土做一条黑色裤子 给泰坦监控王穿上 泰坦监控人升级后有着强壮的身躯 全身的装备 武器都升级了 战斗力比之前提升了百倍 只要有他出现都能把马桶们打败 泰坦音响人被寄生的时候 都还是泰坦监控人出手救了他的 很多小伙伴都非常喜欢他 是他为偶像的 升级以后胸前反应炉可以发出蓝色火焰 也升级了可以自动开合的防御保护装置 再做一件黑色外套给泰坦监控王穿上 小伙伴们知道泰坦监控王升级之后多了哪些机能吗 可以评论区告诉我哦 泰坦监控王升级了像战斗机一样的飞行装置 飞起来特别快 朋友们你们关注安安哥哥了吗 下期视频希望安安哥哥做哪个人物呢 可以评论区告诉我 说不定我会先把他做出来哦 安安哥哥会不断更新马桶们 vs监控人系列作品 再不关注我 下次可能会找不到我哦 把泰坦监控王头部的摄像头和肩膀上的两个小摄像头安装上去 再做两把机关炮安装在泰坦监控王的背部 泰坦监控人的身上好多武器啊 小伙伴们知道他还有什么武器吗 他的哪个武器比较厉害呢 应该有好多小伙伴都看过马桶们vs监控人的66集了 视频的最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 你们猜出来这是谁的身影吗 是谁要出现了呢 评论区打出来安安哥哥看看谁能猜正确 现在做一个泰坦监控王的超级武器 好天锤 在最新一集泰坦监控王的右手已经不能拿好天锤了 你们知道他的右手变成什么样子了吗 你们喜不希望安安哥哥再把他升级出来呢 安安哥哥还是比较喜欢他手拿好天锤的样子 泰坦监控王说要和大家一起给安安哥哥点点赞 要支持一下安安哥哥 有你们的点赞支持 安安哥哥会更努力地做出更多的人物出来 最后给泰坦监控王穿上膝盖护甲 泰坦监控王做好了 泰坦监控人 你终于回来了 我们都好担心你啊 还好这次有你们相救 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 不用客气 我们都是盟友 太好了 有了你们一起 我们肯定能消灭马桶了 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